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Numpad里面其他的一些属性 首先呢,Numpad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 叫做它的形状 形状是什么意思呢 形状就是表示的是 它是一个挤航挤捏的这样一个束缚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iPad里面尝试一下 我们import Numpad和ZnP 那比如说 我们应个T1等于NP.orange 3 不这样去啊 就是12 我们之前说T1呢 它是一个一位数组,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T是什么样子 这个样子,对不对 那它有一个属性叫做Shape 看一下这个Shape 这是什么样 这是个圆组,对不对 但是这个圆组有点特殊 不如它只有一个值在里面 对不对 那我们起个T2等于NP.orange NP.orange 然后呢我们列表签的列表这种方式 我们倒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123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456 我们看一下T2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现在由于它是列表 现在它列表 它的形状肯定和之前有些不一样 最起码前面呢 它是一行 但是现在有两行了 对不对 那么T2点Shape 大家可以看一下2跟3 这个时候大家对比一下T1跟T2 能够理解Shape 它表示是什么吗 第一个值 表示它的行数 对不对 第二个值表示它列数 如果这是什么呀 这是如果它有两个情况下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如果说它形状只有 形状里面圆组只有一个数的时候呢 这个数表示的是它一共有的个数 对 发现没有 那么我们经常把T1这种数字呢 叫做一位数字 比如它只有一行 那么我们经常把T2这种数字呢 叫做二位数字 因为它有两行 或者说列表签套列表 这种样子的 那么这个其实不是特别好理解 我个人把它理解是什么呢 如果说一个数字 它的Shape 的圆组只有一个值 像它只有一个值 那它就是一位的 如果还有两个值 那就是二位的 那可能就同学想 那么三位的就是有三个值吗 确实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写个T3 等于MP.array 还是和之前一样 我们是用列表签到列表 这种形式 只不过这个列表签到列表里面 还得再签到一个列表 比如说这里它是123 这里是4 5 6 这是7 8 9 这是10 11 12 大家看一下 这是 这是一部分 这是一部分 这部分中间还少一个对不对 少一个把后面破起来 我们看一下T3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数字 它好像缝合两块 上面是一块 下面是一块 对不对 每一块是一个两行三列的 但是它有两个两行三列的 这样两片数据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T3的shape是什么样子呢 就223 关于第一个2表什么 第二个2表什么 第三个指标什么 我们等一下来讲 那么现在大家只需要知道的呢 这个T3呢 它是一个三位数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shape里面有三个数 如果它有三个数 它就是三位 两个数就是两位 一个数就是一位 这是一位 二位和三位 那么现在可能大家 不是特别明白 特别是在三位的时候 这个2到底表示的是 它的行数呢 还是表示它数据的快数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学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 学完之后呢 大家就能明白了 这个两个地方2呢 是什么 什么方法呢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得到一个数据之后 想要去尝试的 去修改一下它的形状 叫做reshape reshape能够帮助我们修改形状 那么这个时候呢 看一下这个方法是怎么用的 我们定一个T4 对于mp.arrange 那么3 那么还是12 这个时候呢 我们非常清楚 T4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是一个一位 那么T4这个时候 就有个方法叫reshape reshape里面写什么呢 写它的形状 这个形状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圆组 对不对 那么经常可以把它放到 这个core里面来写 我们想把它变成一个 三行四列的这样一个数组 就这样来写 为什么是这样写的呢 因为之前T4里面 拥有12条数据 所以说我们变成 三行四列的时候呢 刚好3乘以4 就是12 对吧 我们发现它是这个样子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说我想把它变成 3乘以5的 这种数组 大家觉得它可行吗 肯定是不可行的 对不对 你马就会报错 对吧 你马就会报错 这样子吧 所以说reshape这个方法 是这个样子 那可能有同学想了 那我们是把它reshape 成了一个二维的 因为是一个三行四列的 那我把它reshape成一个三维的呢 不是什么样子的 对不对 那我们再重新定一个T5 对于NP.orange 我们写个什么呢 我们假设是234 这样一个维度的 这样一个形状的一个数据 那234一共多少条数据啊 24 2乘以3乘以4 一共有26个数值 那我们写个26在这 然后呢 我们再reshape 234 24写错了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一下 由于我们形状变成到234这种形状 那么到时候大家可以能看出 第一个2表示什么 第二个表示什么 因为它每个维度上都表示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T5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2是什么呀 我个人把它理解为块 因为这是一块数据 这是另外一块数据 对不对 有两块 所以这个2呢 就是比较快的意思 那么这个3呢 就表示是每一块里面的 这样一个三行 这个4呢 表示四面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时候大家能够理解 在三维数据里面 我们如果说它形状是244的 这个数据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这个时候在脑海里面应该有些印象 第一个值指的是它的快速 对不对 指的是它的快速 那么后面的两个值呢 指的是每一块数据里面的 这样一个形状 那么可能又有同学想了 那我如果思维呢 对不对 我说一句是呢 1234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大家也可以自己来尝试一下 但是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正常情况下 见到的很多数据 都是二维数据 因为再到三维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这个数 数据进行变化的时候呢 都是非常不好理解的 而计算的时候呢 也可能不是特别直观 所以更多的时候 我们是在处理这种二维数据 或者说即使这个数据的维度很高 我们也会尝试去把它 转用这二维来进行计算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这是关于数据的形状 那么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T5呢 是一个234的 这样一个形状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对T5 调用一下reshape 我们想把它变成一个 二维的这样一个数据 这个怎么变呢 只能传两个数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传什么呀 4或者6 对不对 那写个4写个6 那么当回车之后呢 我们这个T5 它本身会发生变化 当我回车之后 T5本身会发生变化吗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这里 说T5的reshape之后 它立马出来结果了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T5的reshape 它是有反回值的 reshape这个方法 是有return的 对不对 像这种有return的 这种结果的时候呢 往往是对它本身 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变化改变的 就是T5调用到reshape方法之后呢 T5还是原来T5 只不过呢 我们调用这个方法 对它能够进行验操作 得到一个新的值 就这个样子的 对吧 这就相当于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大部分看到的 这样一个函数呢 可能都是这样一个样子 它有一个反回值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变化来接受它 而且这个 很多时候它有反回值的情况下来 都是不会对 它本身进行任何的改变的 那比较 有一个东西比较特殊 叫做extend 列表里面呢 是不是有一个方法叫extend呀 那列表里面 叫extend的方法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列表本身 它已经变了 对不对 它已经把另外一个列表的内容呢 放到它自己里面去了 对不对 这和什么一样呀 和我们字典里面的update 是不是也是一样呀 在update之后 原来的列表已经发生变化了 对不对 它没有反回值 对不对 相当于它们做的操作呢 都是一个原地的一个操作 但是这里呢 不再是原地的 而是一个有反回值的这样一个结果 对t5本身没有什么影响 对吧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看到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后续呢 我们也是一样 当记不清楚 我们到底哪些方法有反回值 哪些方法没有反回值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一两种操作 定用操作了 打个ifln来尝试一下 但是对于简单的 那么另外一种操作了 我们可以尝试 对不对 如果有一天 比如说我在这里 让t5等于t5点 reshape 比如说46 有一天我发现 这个t5它变成none的时候来 那说明什么呀 这个结果是一个原地操作 那理解吗 是不是 如果说t5点reshape 是个原地操作 它就不会有反回值 它的结果就是一个none值 我再让t5等于none值 那t5就变成none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能够理解 说的原地操作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就是对数据本身进行修改 没有反回值 对吧 像t5点reshape的 这个是不是进行原地修改 而是它是有反回值的 所以说t5对于t5点reshape之后 t5本身就发生变化了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 如果想让这个数据本身 发生改变的时候 也可以重新的 对它复一次值就可以了 程序从右往左执行 对吧 就这个样子 那么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我们看到 比如说对于t5来说 它是一个有24个值的 这样一个数组 如果有一天 我们想把它变成一个 一位的数组 还怎么办呢 t5点reshape什么呀 写什么里面 写括号 24 对不对 24是我们怎么算出来的呢 是我们使用4×6算出来的 是它一共具有的数据个数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变成一位了 对不对 可能呢 有可能想 为什么不是24-1呢 对不对 我们刚刚也说了 如果说这个圆祖里面有两个值 它是什么样类型的 这样一个数组呀 二位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需求 是把它变成一位的 所以我们24-1的话呢 它还是一个二位的 那24-1 24行一面 这样一个数组 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去看一下 24行一面 是这样子的 这个结果呢 肯定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那肯定很想 为什么不是一行24列 是什么样子呢 对不对 一行24列 大家可以猜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 24行一列 跟一行24列是一样的吧 肯定不一样 对不对 刚刚是24行嘛 这一共是24行 这是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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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这个只是一行 对不对 大家可以猜一下 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多了这种括号 对不对 首先它们俩肯定是有区别的 因为这个是一位的 这个是二位的 对不对 那如何不让这个数字 变成二位的呢 我们加个括号就好了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括号 欠套括号这种形式 对吧 这是reshable 你们特别需要注意到 可能有同学经常会忘记 要把它变成一位的时候 可能直接写个一二次 但是这种是错的 对不对 真是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在把它变成一位的时候 使用reshape这样一个 传入一个值 这个值呢 是一个圆组 圆组的地方只有一个值 为什么只穿一个值呢 因为我们知道 当shape它的形状 只有一个值的时候 它才表示是一位 两值表示二位 相值表示三位 如果想让它变成一位 那么就得给它传一个值 但是在传一个值的时候 大家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24是怎么算的 对不对 我们如果说想把一个数字 变成一个一位的 就需要统计它里面所具有的 注意到全部的个数 对不对 那很多时候我们拿到一个T 比如说这里有个T6 我们不知道这个T6 到底是有几个数 可能目前我们还不是太清楚 或者我们在我们程序代码里面 我们不清楚它是有几个数的时候 我们仍然想把它变成一个E维的 就是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做这样操作呀 我们是不是要使用Ship的0 乘成ShipE才能知道它 一共具有个数啊 能看明白这个干什么吗 比如说T6等于 T5.reship 能看理解吗 只能找人写成T5的话 他能看清楚这个干什么吗 T5刚刚是这样一个 四行六列的数据 对不对 它Ship的0指的是什么呀 行数对不对 Ship的1指的是什么呀 列数对不对 行车列数它一共具有的数据各数啊 然后呢 写个豆花 然后呢放到铺里面 这就是它的形状 对不对 然后呢再持有这样 reship这个方法 对T5 那么这个时候呢T6肯定就变成了 这样一个意味了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方式 比较笨拙之外呢 我们还有另外简单的方法 叫做T5.flatten flatten 大家看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 展开的意思 眼屏的意思 对不对 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个 多位数据呢 按照它的行 然后进行呢 展开 展开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T5本来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 当T5就用flatten之后 它的结果 是不是就是第一行 在最前面 第二行 在后面 第三行 在后面 第四行 在最后呀 这样一个形状的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就是关于flatten的用法 它不需要干什么呢 我们给它传入这样一个 具体的行数和列数 只需要掉下这个方法 它就能够按照它的行 在二维的情况下 按照它的行 把这个数据已经展开 展开成什么样子呢 展开成一维的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经济常用的 把数据转成一维的这种方式 这个地方给你们看明白 那么刚刚给大家讲了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叫做reshape reshape这个方法呢 是一个 有反过指的这样一个操作 它不会对数据本身呢 进行任何的修改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想把它 变成一维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使用 方括 我们需要使用括 我们需要使用括 的形式里面 只能传一个数 但这个数据呢 就指的是 当前这个所有的 这个数据的所有数据的个数 如果它有12个 传12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们只能传一个数据进去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方法叫做flutton 它能够非常快速的 帮助我们把数据展开展平 变成一维的 那么大家可以发现 我在课件上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reshape里面 是并没有打这样一个 括号的 对不对 传出数据并不是一个原组 而就是两个数 对不对 就是两个数的情况下 它其实也是可以操作的 但是呢 在官方文档上面 他们都是 使用了这种 传的一个原组进去 那当然大家需要得到 不传原组也是可以的 传的这种形式也是可以的 这是关于 助手的形状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内容呢 应该是 非常的 好理解的 那么 和之前说的一样 希望大家上课的时候呢 可以跟着我多敲一敲 对不对 这样一方面不会困 一方面呢 我们能够在上课的时间 就把这个值点消化 然后下课晚上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 作用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不对 那么我们接着往后讲 这是关于数据的形状 那么说完这个形状 之后呢 这个数据的非常重要一个属性呢 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那么在数据里面呢 还有些其他的内容 比如说 数据的计算 那么这个数据的计算呢 也合同两部分 第一部分 数据和数据进行计算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里呢 我们 T5是这个条样子 对不对 这个样子 如果它和一个数字进行计算 比如说 T5加上2 大家猜猜的结果是什么呢 它会报错吗 它能计算出值吗 如果它不报错的话 假设它不报错 那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 难道只是第一个加2 第二个就不加吗 不应该对不对 班军人过来给大家发苹果 班上一共有70多个人 给班长发 其他人都不发 大家肯定有意见 对不对 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对吧 这给第一个数字加2 后面其他数字对不加 肯定也会有意见 所以T5加2的结果 我们看一下 是什么样子 所有都加2的 对不对 那么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操作呢 这是会把这个计算呢 应用到 数组里面的 每一个值上面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一个数组 和数字进行计算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计算的过程呢 应用于这个数字里面的 每一个数字 然后呢 分别进行计算 这就是Nahine里面 非常常见的一种广播机制 广播是什么意思呢 就我一个人说话 大家都能听见 这就是广播 对不对 村口放一个大喇叭 对不对 大家在里面放个低级 整个村子都能听见 对吧 这就是广播 这里加2也是一样的 每个数字都有加2 这是数组和数的进行计算 这算是加法 那毫无疑问 还有乘法 对不对 还有除法 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想一下 出个0会怎么样呢 我们知道在Python里面 一个数字除以0 肯定毫无疑问会报错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它会报错吗 我们来看一下 报道一个Warning 看见没 Warning 我们先不知道 它并不影响 我们数据的预算 对不对 或者说我们成绩的执行 而且 它还是有结果的 看见没 这个结果 大家发现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叫做NAN 第二种叫做INF NAN和INF 我们等一下会讲 那么现在大家只需要 眼熟一下 有一个NAN和有一个INF 就可以了 那么NAN是怎么算出来 结果来 是0除以0的结果 对不对 INF来 是一个数字 除以0的结果 对不对 那么 NAN翻译成 翻译成英文 或者它的全称就是 Not a number 不是一个数字 理解吧 就是0除以0 在NAN里面 它不是一个数字 它专门的一个值 用NAN表示 那么INF是什么 是INFINITY的意思 INFINITY的意思 INFINITY 无限 无穷的意思 理解吧 INFINITY 不是 也是那个意思吗 来看一下 0.5 比如说我们这里 有一个3 不是3 有个1 除以0 它为什么是 无穷无限呢 因为0是一个 非常非常小的数 在NAN翻译里面 它是这样解决的 它把0呢 解决成一个 非常非常小的数 一个数 除以一个 非常非常小的数 那它是不是 非常非常大 到底有多大呢 那得看这个数 有多小 对不对 所以它不确定 它多小的时候 在NAN翻译里面 也是一样 有一个 NAN翻译 所以大家需要知道 当我们在NAN翻译里面 进行一些 可能看起来 没有什么意义的操作的时候 在我们的这样一个 NAN翻译里面 它其实是有一个 指南表示的 比如说NAN 多数个NAN 那么0除以0 就是一个NAN 那么3除以0 就是一个NAN 就这个样子的 这是除以0 这我们刚刚说的 数组计算的 第一个样子 第一种 这种情况 就是数组和数字 进行计算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数组 和数字进行计算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记录 是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 四行六列的 这样的数组 对不对 那我们假设有76 等于NC点和Range 比如说 就是一个 0到6吧 0到6 是不是刚刚就6个数了 还是写一个 跟它一样的吧 先 这就是四行六列 24的 对不对 那我们写个24 那就写个从100 到124 这是不是就是刚刚 四行六列 然后注意 Shape一下 46就是四行六列 之前还是意味的 T6 它的形状和T5一样 对不对 那T6加上T5 大家这个时候猜一下 这个结果 和之前数字 进行计算 有什么区别的 对应位置相加 对不对 猜一下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100加上0 101加上1等于102 然后105加上5 对110 对不对 123加上这个23 就是146 发现了 就是对应位置的数字 相加 对不对 这加法是这样 那乘法呢 肯定也 毫无疑问 也是这个样子 那么除法呢 也是一样 所以说大家可以发现 当我们这个 对应位置的 当我们数字 两个数字的形状 是一模一样的时候 它们的计算是什么 对应位置的数字 进行计算 对不对 对应位置的数字 进行计算 当他们形状 是一样的时候 这个非常好 非常好理解 也非常直观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有这样一个问题 那比如说我们还T7 等于mc.orange 大家知道T7是这个样子 T5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么T5 乘以 先减吧 T7 这能算吗 如果能算 它是怎么算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先看一下结果再说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可以算的 首先 然后它是怎么算的 这一行 和T5里面 维度相同的那一部分 进行计算 对不对 比如T5的 里面是 这样几行 四行六列 然后每一行会和T7 每一行进行计算 为什么T5的每一行 能够和T7 每一行进行计算 因为在行上面 这每一行 和T7的每一行 形状是一样的 所以它们可以进行计算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们有个T8 等于NP点和Range 这里是一个 比如说叫4 叫Reshape 四行一面 那就是4.1 那么看下T8 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么T5 减去T8 大家可以猜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T5跟T8 这个手呢 它是在什么维度上 是一样的呀 是不是在这个维度上 是一样的呀 这个 这个维度是哪个维度 对不对 这个为什么 总的把他挡住了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在树的每一面上 像形状是一样的呀 比如说06 12 8 跟023 它刚好都是每一面都是四个数 这里呢 每一面也是四个数 而T8的刚好就是一个四行一面的这样一个形状 所以他们能够在列上进行这种运算 对不对 那么在列上进行运算 当T5减T8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0减0等于0 然后呢 这个6减1等于什么 等于5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呀 12减去2等于10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确实他们也是刚好 是在这个列上进行的这个计算 发现没 每一列和这个T8进行计算 然后第二列和T8进行计算 以及最后一列和T8进行计算 发现没 就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什么呢 当两个数组 它们维度不一样的时候 它们是可以进行计算的 那么问题又来了 是每个数组 不管什么样的 它们维度都不一样的时候 都能进行计算吗 对不对 那么这个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T9 写个T9 对于NP点orange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加一个 10 大家看到T9呢 就是一个 一维数组 它的数据各种乱 是10个 对不对 那么再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T5 是这样子的 那么T5 减去T9 来猜一下 是不是直接就爆错了 它爆错其实也非常好理解 我们不管是按照行 或者按照列来对比 跟T9对比的话 拿T5和T9对比的话 都会发现 这个地方 如果说它能够和它基因计算的话 它能够和它基因计算的话 它能够和它基因计算 当前面0跟0计算 A计算到5的时候 发现 T5后面还有6 7 8 9了 对不对 6 7 8 9 该跟谁基因计算了 我就想 不算了 不计算了 算了 对不对 你就放这 那这样为什么是0和0基因计算了 为什么不是0和3基因计算了 5和9基因计算了 对不对 为什么非要从第一个开始计算了 很多时候呢 我们这个程序呢 它仅仅是一个程序 它不清楚 到底应该怎么做 特别是当这种形状不一致的时候 就好比什么呢 我们之前在讲 马拉伯恩利布的时候 我们想要把 X轴的刻度呢 设得更好一些 我们需要传入一堆数字 然后传入一堆字符串 对不对 我们需要把这些数字 和字符串进行对应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它们个数也必须一样 否则的话 我们承计它是不知道该如何对应的 对不对 那这里计算也是一样 这里所谓的计算呢 大家可以发现 都是在对应位置进行计算 但是这里呢 一个它的长度是6 一个长度是10 所以它的长度就不一样 那就更不用谈什么对应位置的 压根就不能对应 对不对 所以它里面就会包错 这里其实这个非常明显 我的shape 4到6和10 这个是没办法进行计算的 对不对 那么刚刚我们讲的 一共有两种情况 或者两大种情况 或者说是三小种情况 分别是数组和数度进行计算 数组和数度进行计算 数组和形状不一样的数度进行计算 对不对 这三种情况 那么数组和数度进行计算 大家非常好理解 就是一个广播机制 然后呢 会把对这个数字的操纵呢 广播到T5上面的每一个数字上面去 进行计算 然后呢 把结果返回出来 对不对 T5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结果的形状呢 就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数组和数字进行计算 那么数组和数组进行计算 如果它们两个形状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对应位置的数字进行计算 加减成数 对不对 那么除了之外呢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 当如果说两个数的不一样的数呢 并不是百分之百 它们就不能够进行计算 当它们在某一维度上 形状是一样的数呢 它们是可以进行计算的 对不对 不管是航这个维度 或者是在捏这个维度 形状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可以进行计算的 对吧 那么再看一下 课件上面 就我们刚刚所讲的 和数组进行计算 然后呢 结果呢 就是和之前这样一个A的形状 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广播机制 那么数组和数组进行计算 如果它们两个形状是一样 也是对应位置的 这个数字呢 进行这样一个加减成数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如果说C是这个样子 但是A呢 它是这个样子 这两个形状不一样 我们直接对它进行计算的时候呢 它是会报错的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的形状不一样的数组 都不能进行计算 在这种情况下 它们是可以进行计算的 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 就比如说A是一个 两行六列的数组 但是C呢 是一个一行六列的 这样一个一位数组 它们是能够 在每一行的数据上 进行计算的 如果说还有D 它是一个 两行一页的这样一个数组的话呢 它们也是可以进行计算的 那么运算呢 是在这样一个 页的基础上 进行计算的 每一页都进行这个操作 就这个样子 这里也是 那么 为什么会这样 成为这样 在Pathor里面呢 它是广播原则呢 我们刚刚也知道 它会广播过去 但是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不同数组 进行计算的时候 这样一个广播原则 如果两个数组的后缘维度 什么意思呢 从末尾开始计算的那个维度 的轴长相等 或者其中一方长度为一 轴长相等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一下这里 这个例子 2332 这样一个三位数组 可以是32 它们从末尾开始的那个维度 末尾开始 比如说 这个地方它可以 也有32 这个地方是332 它们在后面这个维度上呢 32这个维度上呢 是一样的 所以它们是可以进行计算的 那如果说什么呢 它们有一方长度为一 一方长度为一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里也是332 然后这里呢 它的 有一个维度是一 就是它只是一个一维的 只是一个一维的话 比如说这个31 它肯定也是可以合 进行计算的 或者这个12 肯定也是可以合它 进行计算的 对不对 所以它认为 它是广播兼容的 广播会在缺失和 或者说长度为一的维度上 进行计算 缺失或者长度为一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该怎么理解 刚刚呢 我们的这样一个 75 75 是这样一个形状 那么 79呢 它是不能进行计算 还是找这里 T7是这个样子的 T7是这个样子 T5是这个样子 它现在呢 是一个 是一个四行 六列的这样一个数数 对不对 这个可以简单理解为 一个行 简单理解为 它只有一行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它其实不能这样理解 它是个E位的 跟这个T5呢 其实来看行列的话呢 是没办法一起比比的 但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在什么样的维度上 进行计算 可以怎么理解呢 当前他们的这个 行数是一样 大家发现没 行数 说错了 他们列数是一样 所以他们就是在 列的基础上 进行计算的 比如说这个T5呢 他们一共是 123456列 然后呢 这里这个T7呢 可以理解为 它也是6列 所以他们就是在 列的基础上 进行计算 怎么计算呢 每一行的列的基础上 都来进行这个计算 比如说对于 这一条数据来说 他们和它是在 每一行的 进行计算 进行计算 之后呢 往下一列开始走 下一列和它再进行计算 然后再和下一列往下走 下一列和它进行计算 到这个地方 再来一个结果 然后呢 再下一列 就是这一列 和这一列进行计算 这一行和这一行 进行计算 然后呢 整个计算的 这样一个过程呢 就是在 列的基础上 进行计算的 为什么是在列的基础上 进行计算呢 因为这两个数字呢 它们列是一样的 对不对 看这个概念呢 其实是有点模糊 或者说不是特别好理解 或者说他说的 非常的 这样一个 说的非常的这样 不够前显易懂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去 简单理解 这样一个广播原则呢 就是说 我们所进的计算 如果说两个数组的形状 两个数组 它的形状 在从后往前算起 从后往前算起 它们在某一个位置 是一样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这种计算了 那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当前T7 它是这样一个 它是这样一个 6 这样一个形状 对不对 6多块这样一个形状 然后T5呢 是一个 4 6这样一个形状 它们从 后往前算起 或者说 它们只用看其中 这里有个6 这里有个6 它们就可以进行计算了 对不对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刚刚也是和T8 进行计算 它是这样一个 4E这样一个形状 那么T5呢 它是一个 46这样一个形状 它们发现 中间有个4是一样的 它们也是可以进行 这种计算的 那么这时候 大家再看一下 这样一个 三维的这样一个例子 三维的 有一个shape是333 它这个形状 那么还有一个shape呢 它是32这个形状 大家可以想一下 它能够进行计算吗 我们之前说的 跟T7 或者说跟T6进行计算 T7和T6比较特殊 它是个一维的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只看它一个 但现在不一样了 这里它是一个 333的这样一个形状 它是个三维的 然后呢 这是个二维的 一个三维的 二维的计算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一下 脑海中 应该有一些印象 333 表示它有三块 对不对 每一块是个三行 三列的这样一个数据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的 三块 三行三列 但这个呢 是三行两列 对吧 怎么算呢 没办法算 对不对 这个是没有结果的 算不出来一个结果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333 332才能够和下面 三二进行计算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三块 对不对 每一块三行两列 这个二维数呢 刚好也是一个 三行两列的这样一个数组 对不对 刚好也是个三行两列的数组 所以说呢 当这个形状和这个形状 进行计算的时候呢 肯定是在每一块 结束上进行计算的 第一块 也是三行两列 和这个三行两列的数组 进行计算 然后接到它之后呢 再算第二块的 三行两列 和这个三行两列进行计算 然后再算第三块的 三行两列 和这个三行两列进行计算 对不对 能理解吧 所以说 就算大家只需要看 我们常见的这种二维的话呢 就是 它有一维度是一样的 它们就可以算 那么如果是三维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得考虑一下 就得考虑一下 这个时候 什么样的情况下 它才可以进行计算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是三三二 能够和三二进行计算 那么三三二 能够和三三进行计算吗 我刚刚让大家 在脑海中 生成那个印象 就是三块 对不对 每一块是三行两列 大家这个时候呢 可能手中应该是有一个 魔方的 能够想象中魔方吗 是不是 三层魔方 三层魔方还是比较简单 一般魔方都是四层 对吧 大家想一下三层的魔方 就是三块 每一面都有三块 对不对 每一面都有三块 这样刚好跟这一样 三片 那么但是呢 它是一个三块 然后呢 三行 然后但只有两列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又有个三三的 这样的形状 是不是可以从上往下进行计算呀 这个东西呢 是 不好画呀 能够好画的 我给大家画一下 来给大家画一下 我尝试一下 谢谢大家 太吵了哈 不能说吵 想想这样的地方起 有三块 这每面是一块 这一块 这中间是一块 这后面是一块三块对不对 三三二三块 然后三行两点 每一块都是三行 然后三行 应该是破错了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三二三行 现在变成了 是变成两行三列了对不对 变成两行三列了 然后它是能够和33进行计算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这一面上 大家看见没 这一面最上面这一面 上面它是这样一个 三行三列的这样的数组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说 它可以从上往下进行计算 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因为它在某一面上 它的形状是样子 它们就可以在这一面上进行计算 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刚刚我们说了一尾 刚刚我们在这里说 说了那个一尾 为什么它也是能够进行这样计算的呢 因为它们也是一样 在某一维度上 它们形状上是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不理解这个概念 或者很多时候呢 这个概念呢 看来不是特别清楚 和我自己也是 某人去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看来非常不清楚 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算的 我们常见的这种数据呢 往往到三尾就结束了 那么再到更高的维度呢 可能我们并不会去来做这种考虑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用关注二维和三维就可以了 那么二维就非常简单 它们只要在某一个维度上形状是一样的 它们就可以进行计算 比如说同样是行上是一样 或者同样是 同样是列上是一样 它们都可以进行计算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书来书的话呢 也是一样 它们只要在某一个方向上 是一样的就可以进行计算 那比如说三三二 它们可能是三块 然后呢三行两列的这样一个数组 它和一个三行三列的肯定是可以进行计算的 因为它们能够在某一个方向上 它们的这样一个个数呢是一样的 所以说它是可以进行计算的 对不对 那么三维呢也是非常常见 那么真的比较多呢 还是这样一个二维的这样一个数组 现在比较多一些 那么讲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大家这个时候呢可以想象一下 假设这个G5 它是一个四行六列这样的数据 对不对 经常呢我们每一行 四行六列 我们每一行呢表示一条数据 那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 这是我们班上的四个同学 每一行数据表示四个同学 那每一面表示什么呢 第一面表示它是苹果树 香蕉树 橘子树 橙子树 可乐树 还有什么 鸡蛋的数量 对不对 假设反正就表示是那个数量 这是第一个同学收到了 这是第二个同学收到了 这是三个同学收到了 这是四个同学收到了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经常把它用每一行呢 表示一条数据 这里在这里呢 一条就是一个同学收到的数据的个数 礼物的个数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想要做这样的计算 我们想要统计一下 这个全班的同学 收到了不同的 这样一个 东西的平均值是多少 比如说我们想要统计一下 收到鸡蛋的平均值 香蕉的 波罗的 苹果的平均值 都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怎么算的 是不是应该把每一行数据加起来 除以4呀 是不是要做这个操作呀 那加起来除以4之后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个结果呢 肯定是一个 意味着这样的结果 对不对 这里现在是一个四行六列 但是我们算每一个 算所有统计的平均值的时候 是不是会是一个意味着这样的结果呀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6 这样一个结果 它形状上就是一个6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要再接着往下计算 像什么呢 我们要算每一个同学 他拿到的这样一个水果的数量 减去平均值之后的 这样的差是多少 就比如说我们先要算一下 第一个同学 他拿到的苹果数量 减去整个班上的所有学生 平均值的数量之后的结果 我们是不是就要来使用 这样一个四行六列的值 和一个意味数数进行计算呀 那所以说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这种 四行六列的这样一个数数 和一个意味数数 进行计算的这样一个操作了 那就是呢 我们能够非常清楚 这样只要他在行 上的这样一个形状的是一样的 他们就能够进行这样的计算 只要在行上的形状是一样的 对不对 就能够进行这样的计算 那么这是强劲一种情况 因为我们常常的情况就是 每一行数的代表是一条记录 每一行数就代表一条记录 我们很少用一列数 去代表一条记录 那么后续呢 等一下我们会去读一下 本的一些文件 那学习完读本的文件之后呢 我们会来使用这个 Lunpy来处理一下相关的数字 然后呢 会用到现在我们所学的这些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只需要理解什么呢 不记得概念也没有关系 但是大家得知道 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 他能够进行计算形状 或者说在任何一个方向上的形状 都不一样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不能进行计算的 那么否则在其他情况下 都是可以进行计算的 你解吗 不能计算的结果 其实这种情况非常少的 比如说C和A 形状完全不一样 那么一样肯定是不能进行计算的 如果C是个三维的 那么A是个二维的 那么这个三维的和二维的 在任何一个方向上 他们形状都不一样的时候呢 肯定是不能进行计算的 只要有一个方向上 形状是一样的 他们就可以进行计算 大家只需要记得不能进行计算的情况 那么剩下的呢 就是可以进行计算的 这是关于数组的计算这一部分 好 大家下个休息十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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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